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孙露堂先生在钻拳之中的玄机 那么很多朋友练拳只练你看得到的地方 胳膊是你看得到的 大臂是你看得到的 这叫十 实际上在这个照片上大家仔细看一看 我们更多的练的是虚的地方 是看不见的这条线 我们以发放为例 如果你只是练你实在的地方 刚动你的胳膊和手的话 对方顶住的话 你是很难发放出去的 但是如果你注意这条线 它就像一把剑一样 用你的身体一撞它 很容易把对方发出去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用身体撞这条线 另外在实战的过程中 例如当对方打一拳过来 我们一拉开 这也是钻拳的一个动作 你保持这个线去冲对方一撞 对方很容易撞出去 所以这个力量如果击打下合的话 它是挺重的 这只是线的往外出 然后当你有了往外出之后 你还可以往回收 例如我们用钻拳如果开手的话 当对方一格挡 一拉 是不是继续把对方又能打出去 另外当我们开对方肩架的时候 当我一掉 对方挡住了 你能不能拉过来 把对方打中 把对方发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会打一个对撞的力量 因为这个线不仅是往外出 还能往回收 当我一接 那对方的重心就已经前倾了 当然我还得再加一点这个 我们做一个完整的 它是两个劲 一是手 二是身体 这个时候你的手就在这个位置了 这时候一打 对方就很容易打出去了 但如果你发很重的力量的话 对方肯定受不了的 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 它是打的一个对撞力 所以这条线虽然看不见 但是很重要 因此我们带着这个观念去看 孙祝唐先生的各个拳照 我们会发现很多看不见的线 一 二 大腿到脚底 后脚到前手 后手到前脚 头到手 人整个身体是由各个的线组成的 所以你只有把这些看不见的线练出来 才能证明你掌握功夫了 邦老师 听说您建了一个免费的内加拳公益社区 还经常发福利 那么有很多的人把错误的练圈理念当做正确的 因此我们就建了这样的一个讨论社区 于是我们会经常的进行一些直播 有讲问答 包括赠送一些体验课 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那老师 我们应如何加入呢 可以添加屏幕下方的微信 加入我们的讨论社区